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我的功能只有这个吗 你是不是已经说不出节目名称 故意在拖时间 没有 花花万物 这有什么好问呢 你怎么记得住这四个字 我也是背了好久 本节目由阿里巴巴旗下 让闲智游起来的超厉害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 肌肤问题不用怕 修复专家福尔嘉 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福尔嘉赞助播出 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来宾呢 在他还没有出场之前 我们先请他身边的人 以及他的粉丝代表到了现场来 我们要跟他聊一下 这个人到底做过哪些事情 那首先这位呢 是跟他工作 夏夏跟他工作多久了 我跟他工作有两年多快三年 听说他为你做了一件事情 是他帮你出专辑 是的 所以你跟他工作的原因 只是听说他人很好 有可能会帮助你是不是 没有 当时就是 有一个人就问我说 愿不愿意做张金珠的宣传 我说好 那试一下 所以你唱歌是天籁吗 就是非出不可 也没有了 好 你唱一句 吓吓我们 你唱一句我们熟悉的歌 不要唱你自己创作的歌 三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他穿着那一身裙装 好 谢谢 贝哥这是你的工作人员 你要帮他出专辑吗 我会问他说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下一位小卢呢 本来是他的助理 前助理 对 听说你常常跟他出去旅游 对 然后他常常从外面 买一些巨大的东西回来 你可以告诉我 他买回来最大的一样东西 有多大吗 最大的一样东西 就是家里的那种柜子 特别高 因为那个柜子 是真的可以使用的吗 可以使用 但是可能会有点摇摇欲坠 老东西 他知道从海外运木头的东西回来 可能会把蛀虫带进来吗 好像没有 我没发现过 我们现在需要打电话给什么 卫生储虫还是之类的吗 好 我们还有位是粉丝代表 好 翱翔 对 我粉丝代表差不多 这近十年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来宾 他其实 他好像演了网大 对 演了网大 然后刚刚翱翔在讲话的时候 小卢有偷偷跟夏夏摇耳朵 我想知道 你刚才担心什么吗 没有 我说那个 有没有 姐姐有演过网大吗 有 有吧 因为姐姐一直都是在演电影 所以你也觉得那是传闻 不是真的吗 等一下可以问夏夏自己了 夏夏知道她有演过网大 有 所以一个一线的电影明星去演网大 这件事情很怪 听之前同事说她是给某某人帮忙而已 一向都是这个说法 好 我们要邀请今天的来宾出场了 欢迎她 你好 你好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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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夏 你好 康勇哥 张靖初在你出场之前呢 我有跟夏夏还有小卢聊了一下你的事情 然后 根据他们的描述我们诞生了一个印象 就是首先你是一个很豪气的老板 所以因为我们听了夏夏唱了一句歌以后 我们觉得 不出也可以 可是你竟然就 就愿意帮她出 其实夏夏上这个节目之前 她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怎么睡好了 真的假的 对 她在怕什么 怕你们的毒蛇啊 果然发生了 因为特别喜欢小艾斯姐 然后也特别怕小艾斯姐 所以我刚才有伤到你吗 因为你刚刚说不出也可以 可以就等于毁掉她的音乐生涯了 那是因为我没有听过你自己的创作 创作型歌词 我会稍微比较尊重一点 对是创作不是唱将型的 她现在不那么喜欢你了 没有还是喜欢 还是喜欢吗 好我等一下既然说你好话 那你要答应她出专辑之后 你要买几张 现在都是电脑下载型买 不用买了微博转发就可以 对啊 答应微博转发咯 我没有啊 你真的很冷 好了帮你转发了 我要跟你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拍的一支影片啊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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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名女演员 张静初姐姐的家 今天他们会给我两张列表 然后这两张列表非常的神秘 我需要按照这两张神秘的列表 去寻找列表中神秘的物品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寻找 第一张列表上的东西吧 你们先把列表给我吧 第一张列表的委托人 到底有什么诉求呢 嗨大家好 我是夏夏 是静初姐的宣传 静初姐呢一天到晚都宅在家里面 要么就练练书法 要么就弄弄花草 简直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 那作为宣传工作的我也很崩溃啊 因为没有物料可以写 这一次呢也特意的拜托节目组 希望你们能让 那静初姐断舍离一部分 让她宅在家里面的物品 第一个物品是书法用品 第二个物品是自制肥料 第三个物品是农作物 哇这三个东西好像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先找书法用品吧 Let's go 就在这 哇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上天就是给我这种幸运的人 没有涉嫌 我顺利地找到了书法用品 毛笔 这是楷书 我找到了第一件 我们去找第二件吧 走 尊敬的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清单上有一个东西叫农作物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片的菜园子 这边还蛮厉害的 看那边有快成熟的番茄 已经开始长的丝瓜 别子 张静初姐姐种的还挺好的 你看都结了不少果子 这边还有种的各种各样的青椒 那果实都很丰富 但是这些农作物感觉都这么大颗 这么大颗 那我们就在这个菜园子中挑一盆 比较好拿的带到现场吧 这一盆吧 我们就把这一盆带到现场 我看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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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什么时候给名了 他叫小乖 他就可以自己取 你乱叫人家狗豆豆 这里面还有一只望望和光光 都是你自己取的吗 现在我们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自制肥料 这儿有一些平时在家做园艺会用到的东西 有小铲子 小耙子 各种小铲子 里面装的事 臭白 恭喜你 这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要找的目标 爸爸 你们是要把这个捐出去吗 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肥料 因为我们有时候种东西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一些有机肥 有机肥就是从一些动物的或者人类的粪便发酵而成的 我们把这钢爸爸要带回现场吗 看完这个影片 我想张静初一定希望我们多聊一点蔬菜瓜果的部分 还有蔬菜用品 对 所以听说这些植物很大部分你自己要打理 其实大部分其实还是我妈和徐姐两个人在打理 就是我一开始可能就是选种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培育然后做成小苗 然后我们可能去找罐子把它种起来什么的 然后到后面日常浇水维护我不在的时候 就只好靠它们 所以徐姐是哪位倒霉鬼 徐姐是管家吗 徐姐对是我们家的这个 我觉得是我的这个幸运心 有了它之后我觉得我就特别 对 今天如果请徐姐来肯定不是这个局面 然后看一下徐姐抽屉里面有没有一本日记 里面写满你的坏话 又买了一些什么鬼东西 又要我紧又要 不是 而且三只狗也是你妈跟徐姐在养对不对 三只狗主要是徐姐在养 徐姐真是 我妈妈对于这件事情 她不是特别的对因为她呼吸道不好 有些妈妈就是像洁癖什么之类的 听说她的妈妈就是被她改变了一些习惯吧 本来也不喜欢狗跟猫这些 对我妈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养宠物 可是呢就没有机会 后来就有一次终于成功了就是 我养了一窝老鼠 你说灰鼠吗 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窝 就那种肉肉的小老鼠 还没有睁开眼睛 张静初好像拍了一个电影 有老鼠在她嘴巴里面 我看到那洞我真的是全身软掉 你帮我 你要帮忙我的女儿 你别吓着你孩子 你自己去戒毒所吧 他们要帮我女儿的你走啊 我不可以没有她的 那场戏是因为你死了所以有老鼠爬在你身上 对但是其实静静的老鼠 是白老鼠被刷成了那个咖啡色 因为那样起码它没毒嘛 因为你从外面来了 万一有鼠疫什么的 确实有点怕啊 但是对我跟老鼠反正也算是有点渊源吧 所以你跟老鼠为什么会有渊源 然后养过他们呀 然后我不是很害怕 但是我妈就疯了 大概养到第二天 然后我妈有一天拉开抽屉 你一下子啊一声惨叫 就把我所有的老鼠都扔到楼下了 你整个抽屉就连布带老鼠 他发疯了你知道吗 你拍电影的时候 导演有先告诉你会有这场戏 对而且导演还跟我说 说有一半的工作人员 已经请假了在那天 大家真的有这么不好 真的请假了 很多人很怕 因为很多那个就真的是接老鼠 就是你拍全景的时候 可能有十几二十只 就都是街上抓来的 那确实有一点下跌 所以如果你接到这个戏怎么办 我如果有这场戏我 怎么样 拍了好 所以你做这些职务是为了家里有现成的果可以吃吗 有鸡啊有鸡蔬菜啊 啊然后我也没真正的种过什么 后来有一次偶然飞来了一颗辣椒 然后呢 偶然飞来了一颗辣椒 籽儿 然后它就长起来了 然后挂了一束的红辣椒 我当时就觉得好神奇 后来又飞来了一个籽儿 所以都不是你买的 都是从天外飞来的 是是 因为他们家就是这样啊 就是老鼠会飞出去 然后 狗子会飞进来啊 就是这种家庭 刚才我们在画面里面拍到了书把用品 所以听说张静初是不不过年的是吗 我感觉是这样的 因为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那边过年氛围特别重 我还给他发信息祝福 然后他有跟我回就祝福 我以为他跟我一样可能在家过年特别开心 然后过一会儿就看他微博就发了他在家联书法 就觉得他好像过的年 可我也过的年不太一样 你整个都不过年是吗 神奇也不吃饭吗 我比较 不能说不过年 但是不会特别庆祝 我妈特别惨 我经常初一搭着她 看两三个东西 妈妈希望过年 我觉得她跟我在一起就是年 就是家人在一起 团聚团聚就够了 她跟她在一起 然后她在写书法 你觉得这是团聚吗 妈妈可以旁边摸摸 这个听起来不错 就是当书童的意思 那你会放徐姐回去过年吧 徐姐回去过年 好的 没有 其实书法 是我妈妈在练 其实不是我在练 我只是跟着她 因为我妈妈性格比较 心比较重 然后容易焦虑 然后容易慌 而且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就是那种很典型的中国妈妈那种 然后她身体又不好 因为她的呼吸道特别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说 你要不然超超轻练练字 然后能让她慢一点下来 所以就拖了她的符 然后她开始练的时候 我才 我在家的时候我也来两下 所以原来是用书法 绊住她妈妈的意思 对 我看 植物也是 还有宠物 所有的事情 就是为了把妈妈给绊住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妈就是完全焦虑在你身上 然后就是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是不是 会有一点点 对 她给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会逼你谈恋爱结婚什么的吗 她以前没有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会 我当然也会吓唬我妈 我说 妈你看 我之前拍那个《偷鬼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查 80后的离婚率是50% 也就是两对 会有一对离掉 你搞不好结婚就开开心生了孩子 就到永远也不见得会离婚 我觉得可能 我自己本身对婚姻这件事情 就没有很乐观 所以我就本身可能就这方面 就我从来没有过任何憧憬 我就觉得说 其实大家在一起要挺好的 像朋友一样 就是能相处 其实可能自然而然就能一直待下去吧 你刚干嘛听她这样 你刚刚讲这些话要哭啊 我没有哭 我是眼头如倒善的 就说对啊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相爱就在一起 没在哭吗 没有 怎么眼泪有滴下来吗 这不是吗 妹妹 你还讲得出那种话说 为什么不结婚是一个孩子 然后到永远呢 你讲的话不心虚吗 我完全不心虚 请问你怎么了 认真的吗 对啊 我现在回忆很好啊 我刚刚被你一讲讲到 不要哭 不要哭 我没有要哭 我现在笑到哭 母女互相压力很大 住在一起 我知道的每一个案例 都很容易吵架 我跟我妈妈也是 因为长期我十三岁就一个人离开家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特别不喜欢情绪走到很极端 但这世界上可能只有我妈能让我真的走到那个极端 你知道吗 就爆炸就是那种 因为就是妈妈的爱是比较入侵式的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她觉得你是她器官的一部分嘛 所以她无处不在 就比如说我喝口水 我妈会说 哎呀你看看那个水是不是要掺点热的 我说我掺了掺了 拿起来说 哎呀你要记得把盖子盖上 盖上 哎那个你那杯子要放回去 不要放 我就喝一口水 哇塞你妈 你妈这个很压力很大 很奇怪很奇怪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我们就是开始学习相处方式 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真的不行 因为我离开你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我说我们如果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话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是 你也可以更好的 就是心平气和的不要天天那么焦虑 然后我也能喘气 所以我们就不停地比如用雪书法 然后让我妈看一些经书什么 就找一些方法 就我们印象中单身女生的乐趣 就要约会可以在家里约会 对 所以你妈妈在的话这样就不行 你是想变相地问我 有没有男朋友就惹事 我没有要变相我直接问 哦 嗯 那有在相处的 夏夏你看过他吧 嗯对 本人帅不帅 属于帅的 对他追求老板的方式也很浪漫 对 就挺用心的吧 觉得每一次 因为他有跟我沟通过一些 就是细节都想得特别细 像什么 举一个例子 最深的意思就是在尼泊尔 那个我们工作结束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旅游了 然后 这个人能说吗 没事 无所谓 你讲到这里 如果你不说的话我 我会把这个丢过去 就是 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包都特别重 因为我们工作必需品啊 有体积的很多东西 因为他平常要用的东西嘛 然后工作一结束 我就把包扔给 扔给那位先生了 那他每天就开始 就像助理一样 就给姐姐 递东西递东西 照顾他 你不背叫他背 对 所以这件事情很加分吧 背沉重的行李 我觉得女生嘛就是 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还是希望那种被宠爱的感觉 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 神经大条 对 我比较粗粗拉拉的 我真的性格像男生 所以就是如果是男朋友 或者一起相处的人 往往好像都比我细心 就是很 因为我觉得不是在于说 他给你多大的惊喜什么 其实就是生活中的这种细枝末节 比如说他有的时候给我带 湿纸巾啊什么 就是这把洗手间出来 他会给所有的小伙伴 一人一张湿纸巾什么 就很自然 你们从洗手间出来 他都会给一张湿纸巾 那你们进厕所 这行为很特别 所以他有机会去你那个美丽的家里面玩吗 有吧 他们都去过 所以妈妈见过他了 是 妈妈喜欢吗 还可以 徐杰喜不喜欢 亲爱的 最想知道这件事情已经知道了 问完了 对 而且他都已经说他现在有男友了 我们也就不好再追究过去的事了 你这个眼神不是不好追究 是叫我追究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等到 把东西处理一下 再继续追问这些事情 清晨 你去人家家里面带回来一些东西 带了很多东西 带回来东西的目的就是要让主人看一下 他是愿意让这些东西去别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价值呢 还是他想要留在手边 对 对 这一次的东西先让我们看一下 好吗 好 我这次还准备了一个 新的该打开方式 真的 我要看 我要看 你需要Cue你吗 我不用 让我们一起打开闲鱼柜吧 卡 卡 这不好 我以为是一个什么大动作的 美女王 这是水母 我以为是大水母 大水母 这样吗 让我们一起打开闲鱼柜 为什么是卡卡 水母应该是 这种声音 重新 让我们一起打开闲鱼柜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连书法作品都来了吗 有 不要了啦 有脸啦 不要了 不要了 作品我要看一下 你怎么拿人家那么多来啊 你写很多耶 对不行 不行吗 我觉得写的很漂亮啊 这一看就漏字了 哈哈哈 可是凭良先这样 我觉得字体是漂亮的啊 对啊 对 我其实喜欢那个赵梦 但是明显不像他 对啊 所以你超心筋的意思是 要让心里平静吗 有这个原因 就是其实就是锻炼专注力嘛 因为我们的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想让自己有一个时间 能比较专注一点 嗯 一个多小时 还挺高兴我们的话题 从男友转到心惊来 对 哈哈哈哈 因为你们会不会是 比如说一个月真的见不着 还要接着聊啊 哎 你拍戏的时候走开一两个月 这个对爱情很不利耶 应该是有影响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直都比较难 真正的找到能长期相处的对象 因为这个感情最经不起考验的 就是距离嘛 就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淡了 最可怕的就是你就觉得好像不需要对方也OK 那个你的老板跟导演传过绯闻 晚上有这方面的胡说八道的词 你刚用了胡说八道这四个字就是表示 他又是宣传的立场 对生气是吧 生气 对 所以让你最气的是哪一个传闻呢 什么被封杀什么的就是 超过一个以上的导演 对对对然后我会就尤其一开始碰到这个的时候我就 我真的是感觉会气吐鞋 我说我有一股鞋会喷出来很生气 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他念多少经这个时候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好像是所有女演员当中 唯一一个被找到说有这种事情的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被传的可能都不一样吧 我自己后来想想就可能很多职业女性可能 因为我们是公众人物啊 所以他会以新闻的形式显示出来 那其实你要在公司里面 比如说你有些人可能确实位置也坐得高 他们也会说你啊 就是大家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 去习惯性地认为就是人的努力全部被 抹杀 然后就认为只有依靠捷径嘛 但是我在想 确实我也挺无力的 能干嘛呢 就逐了记得要死 其实我一开始吧 还都是一笑置之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没什么 到后来你会发现越传越离谱的时候 就因为可能我觉得 这方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问题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会躲避 就是我会不看 然后不回应 不什么 然后就我一个朋友就说得好 说就是诚持是需要维护的 就是如果你不维护 它就会越失越多 他说你其实几年前你应该就维护 然后他就讲到一个就说 我就说那我们就是可能看佛书啊什么 我们会说文棒不变嘛 就是可以吸棒的唯一的办法 然后他说不变 其实并不代表你不给围观者一个角度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文棒不变 是你气得快要吐血在家 这样 还是你把你的角度说出来之后 然后那你有的人相信 有的人不信 提供一个角度给那些人 对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当你说出来以后 你就会比较心平气和 是 后来我就大概是去年吧 就是我听了一个 这个好朋友他跟我讲完 分析完这个之后 我才觉得他说的这个特别对 所以后来再有人问起什么的 我就会觉得那我就可以说啊 没什么不可以说的 然后 如果抛开这个不愉快的传闻的话 你在拍戏的过程中 会觉得导演是一种 在整个过程中 会散发魅力的人吗 我觉得会 我其实觉得编剧和导演 都是可能是就是整个创作的灵魂 是 对然后你会觉得可能是 决定了整个尤其是电影秘密的人 会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圈里人谈恋爱的 真的 等等 他刚才那句话有一个那个语病 他说我不会跟圈里人谈恋爱了 的 的 你是说的吗 的 我不会和圈里人 好 我听到有人在这边说的是吗 是的 你在你在镜中指手对不对 我听也是的 我不会诬赖他的 我觉得那句话应该是你说的 我不再跟圈里人谈恋爱了 也是 我都已经结婚了 我都已经结婚了 我还能怎样啊 要说吗 说什么 我已经不能再跟任何人 谈恋爱了 听起来 听起来 我的人生已经画上句点 就是到此为止 那就学着写点心经吧 好 不过据我知道写心经的人的习惯 是会写非常多的 对 对 这只是其中一篇而已 是 所以愿意把这个心经所意味的祝福 拿去咸鱼让某一位你的粉丝可以拥有吗 当然 我就觉得 反正 有点现丑了吧 但是 他起码 对有好的寓意 我觉得很漂亮 我也觉得很漂亮 所以这个答应了哈 OK 心经要上咸鱼车咯 是 那你手上拿着两块说相声的那个 对我也觉得他们说我有病 我说这就是 我就说这是说相声这是什么 这个正纸 它是压那个 这是压纸的 压纸的 书法用品 怪不得说我有病 所以你拿来的除了正纸之外还有 还有 字帖是吗 有 你是打算叫 张晋初以后不能写 你打算让我妈就说明天看着没金抄了呗 我看出来了 字帖可以上咸鱼车吗 可是万一是要给他妈看的怎么办 所以 我妈就看明天开始终于有理由不着急 所以你觉得留着吗 给妈妈用对不对 我觉得毛 是有一整套的毛笔 有毛笔 我觉得毛笔得留着 因为万一毛笔没了 他妈又开始发作不是 那书法用具就留着了 对 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看到了一盆植物 S觉得是去还是留呢 我觉得以他们家那个花园跟果园的规模 这一小猪的话 下面什么都没长吗 长了辣椒有好几根呢 看不出来 我觉得我就做决定了 你做决定 反正还有保留权 虾身养性固然好 也不要一直闷在家里 我觉得可以 我可以让他离开 因为你们家那个 有多少辣椒 大家想要吗 哇 好可爱 主要是那个盆子也很可爱 对 其实都是拿那个赫胜的 那个矿泉水瓶重 可是我们把它放到咸鱼 那咸鱼工作人员 就照顾到他出去为止 所以小辣椒就走了 那江金珠可以接受吗 可以 只要大家不嫌弃就好了 这个有机的确实是有机 没有吃过肥 然后居然也没长虫 就是阿弥陀佛 好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 拿出去这几样东西 是很有张静初的 生活痕迹的东西 对啦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雨彤 经常会被室友吐槽 会不会有巴掌脸 所以才会吞击这么多的系列呢 亲人之前也并没有觉得 囤货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最近在看了优酷的豪豪万物之后 学到了一些道理 每一个物品都应该被物品启用 每一个物品也都应该 发挥到他自己的价值 我决定把这些没有开封过的系列呢 捐给更多需要他的人 我是丽萱 来自西安 我老公相处 我觉得它是个不折不扣的装备党 像所有的电子产品 游戏别只这其中的 包括所有的对角呢 还有八部 很不理解 看了花花万物之后 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 这东西必须在我家的柜子里面生灰 不如把它去给需要他的朋友们 感谢花花万物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们在家里面还拍到什么画面呢 第二个委托人又有什么诉求呢 我是荆州姐姐的前助理小卢 荆州姐疯狂地迷恋二手物品 每次去国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跳蚤市场上逃旧物 好多东西逃回来之后 姐姐根本想不起来去使用它们 所以这次拜托节目组 可以帮姐姐断食离掉部分二手物品 喜欢的东西呢 为一定要全部收藏 希望这些物品可以发挥它更好的价值 列表上的第一个物品是 坏掉的摆中 第二个是不曾使用的复古皮包 第三个是气质的油画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清单上的第一个物品吧 然后我看到这里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摆件 但是上面还是有岁月的痕迹 你看这应该是一个烛台吧 上面都是很破旧的痕迹 这里放了很多书 这些书看起来好像是每天都会看的 都有做笔记的痕迹 张静初姐姐平时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 能看这么多书 我觉得是一件很令人佩服的事情 我也要向她学习 这些书下面都是音乐的CD 是以前的 张静初姐姐却收藏了这么多 还是复古的 实在是想假装看不到她 但是她就一直在这待着 我刚才就假装不说她 这就是我们列表里的破旧的皮包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曾使用了 因为这个包没办法使用 你们看 它是打不开的 真的是不曾使用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包佩戴的这个链子 我现在摸它 它不是光滑的 就是很旧 带走 第一件物品 然后我们现在来寻找清单上的另外两件东西吧 这个地毯看起来非常的复古 真的就是很旧 你看这一块和这一块这一块 感觉就是用了很久脏了 然后清洗干净的痕迹 而且除了这个地毯 我刚才在那边的区域和那边的区域也看到了同样的地毯 张青初姐姐你很喜欢这种地毯吗 这里有一个我 就是我长得也像猴 你很像 这是一个我清单上的坏掉的摆中 这三个人怎么了 他是断的都坏了 没有坏掉 他是要插在那个上面 最后一件东西 气质的油画 其实我进来之后已经看到很多很多油画 这儿有一幅 这儿还有一幅特别大的油画 这都是没有被气质的眼 那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到底哪些是失宠了 被气质的油画吧 然后找画的路上 我发现了一个我见到过的东西 就是我们游戏厅会摇那种投币机 这儿有一个投币的地方 我看到了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你看 点唱机 那里面有一个螺旋的一个设计 然后每一层里面有一张很古老很古老 现在已经很难买到的那种黑胶的唱片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唱片机 它是可以放音乐的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歌名和歌手的名字 对那些被闲置的失宠的油画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 这个桌子上 这是我们现代的人会用的纸 看过的书 上个世纪的药 连药都是上个世纪的药 这是四幅画 它没有被挂在墙上 它在地上 它是被闲置的 恭喜我 我找到了这四幅被闲置的油画 中很漂亮 包包很漂亮 画是画不是你画的吧 画不是画其实这也不是老的 但是你既然找到了就 是在那个伦敦好像 在伦敦买的那种 跳走市场那种吗 有点像户外的那种集市那样的 是觉得它挺可爱的可以挂卫生间 好像你去欧洲每个地方你都要逛 跳蚕市场 救货市场 跳蚕市场专家 跳蚕市场很好逛 真的很好逛 可是把点唱机搬回来真的很了不起 所以那真的还可以放得出音乐吗 前一段时间它又卡了 它就是老卡 你希望它能够用 而且我当时是在法国的那个跳蚕市场 然后我们逛得特别累了 然后就夕阳夕下 就听见特别美的音乐 然后我们就走进去 然后我们在里面可能听了一二十分钟 然后就觉得太迷人了 这下怎么搞回去 这都转半天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老大爷特别可爱 就是唱片店的那个 然后他说你们想不想听我唱的歌 我说哇 他说我七十年代的时候是一个歌手 然后他就拿着他以前的那个 七十年代的他的那个唱片 然后上面他的照片是非常年轻的 你知道吗 哦真的他有处上片 是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哇 时空穿梭了 就看到他特别年轻的样子 然后就听他在唱那种特别绵软的那种法国情歌 然后就觉得那段回忆太好了 我想无论如何要把它搞回来 对 所以你应该会夸张到 买的东西需要动用海运之类的吧 对 对 哈哈哈 集装箱 是 请问星辰你带回来的是什么 让我们见一下吧 哇哦 终也把人家拿来啦 啊我的终 你为什么要拿来 啊 那是我在布拉格唯一的流年 是在布拉格买的吗 在布拉格的跳藏市场卖的 你可以把那三个小人拿过来吗 好 所以刚刚刚张静初说根本不是坏掉了 他是可以放在那个终上 你看有有几个像笋毛那样就可以插上 这很精致啊 很可爱 好可爱哦 就是那个钟摆特别沉 哎这个 这个要留了 这个很好啊 可以挂上怎么挂 谢谢大佑老师 这个我要不然就留着吧 好 对他是可以这样子的 还是可以把它 怎么挂上去啊 没有他是这样子 你要把它拖开之后呢 他是 然后他的这个挂钟摆的其实在这个里面 好 就是挂在这个铁链上 插上就好了 把它插在这个眼里就好了 对 这个是 这样子把它放在这个 你可以 选择不同的放上 然后这个 这边 对 这边是在这儿的 然后这个是在这儿的 哎呦这个都断掉了 对 这个是在这儿 然后所以他是这样子的 好 很漂亮 很漂亮 对 我觉得很便宜 嘿嘿嘿 他也不贵 就是我是破烂网嘛 我现在知道就是 买这种东西就是要这么辛苦的把它展示给人家看 可是这种老东西我也蛮喜欢的 这个就是要让他留着喽 好不好 而且听你的声音你既然那么爱他的话 就留着呗 对我刚才都挠沙发被了 所以你觉得那个他男朋友会喜欢他买这些东西吗 会帮他扛回来 为什么一直要绕回来 这节目 绕来绕去吗 节目不关于他的 他也是咸鱼 那个画跟他没有关系吧 小画 没有 没有 小画我觉得可以 可以走 因为他已经把它放在是一个非常角落都已经看不到的地方了 代表他根本不是很在乎 去 去 与其在角落积灰 不如换个地方展现价值吧 可以吗 好 因为目前在你家还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吗 我家 挺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小东西都在角落里 我喜欢的就是把它随便放 然后你有的时候客人来了 你可能往地下一坐 你发现一个什么小东西 就是那种很随意的感觉 如果去你家的话 他可以在你的墙上就是点亮整个空间 所以呢 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到咸鱼去 让他发挥更多的价值 是 星辰这些话要上我们的咸鱼车咯 好的 星辰你去他们家除了拍到了植物拍到了 还有一个包包 对包包 包包还挺挣扎的 你看包包好特别 是 包包上面有怀表这件事太有趣了 它特别我就觉得它特别有意思 可是它有什么功能吗 它的功能就是装饰吧 现在人的表都是装饰了 有手机 我觉得这个是再制作的是吗 有人把表重新箱上这个包包 没有没有 它就是当时的包包就是这样子的对 徐希蒂 你这么买了多久 可能有五六年 五六年都放在那没有动过它 有的时候拿过一两次 你拎出去过啊 我平常其实背老包还挺多的 我喜欢就是有一种旧旧的感觉 然后 其实你今天穿这样也很适合背这个老包啊 男生如果看到女朋友背这个会觉得很难过吧 为什么 男生可能会觉得老气对不对 可是像我就觉得很时髦 但必须像她今天打扮得这么时髦 她背这个包才会有反差感啊 如果你想是一个英国老太太在背这个包 你就觉得整个就是很老啊 放了五六年也只用了两次 代表就是 好像也是可有可无吧 去 期待懂她的人与她相遇 可能我想如果有别人喜欢的话 就她可能能看她的次数比我看她还多一点 或者是用她的次数更多 她可能你可能会很开心吧 而且我对老东西的态度一向是 在我们身边待过一阵子就好了 好吧 可以吗 好 金晨她要上我们的嫌疑车咯 她的美就是要流转 真的 我觉得一定有人会很高兴得到她的 大家好我是小莉小雷 今天影片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 花花万物里面提到的断水铃 让我想到了自己在寝食 买了很多这样的漫偶 现在我打算以做供应的方式 把他们都捐出去 我是你的留学生 我现在在巴塞罗那 我非常喜欢康熙和花花万物 最近我从节目里面看到 好多嘉宾都把自己的显置物品捐送了出去 我非常受启发 这些都是我最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 购买的书籍和资料 这些好长时间没有动过了 虽然对我来想非常的珍贵 但是我还是决定断捨立一下 我想把它们捐出去 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 想要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人 好 刚刚你进场之前我们也问了 好想你是不是演过一个网大 他说是 因为我跟S都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特别 都特别到小卢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因为好像业界的行规 觉得已经在电影里面演一线 我看演员的身份不太在参加网大了 这是一个行规吗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行规吧 但是一般就是 我觉得就是电影演员比较习惯慢一点的节奏 然后电视剧和网剧可能相对来说 会比较就拍摄量比较大比较紧 所以一般来说接的时候确实会慎重 所以你真的接了网大吗 对 那个是 其实上是因为跟导演的渊源吧 她其实是我第一次做制片人的时候的新导演 她看有渊源呢 就是老鼠跟那个导演 导演 导演叫五百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第一次做制片人 就大家一起扛了很多事 然后也算是感情挺深的 然后她就说能不能帮个忙 然后我就去拍了三天 累得快死了 也是分文都没有取 就说你别给我钱了 给钱就不是帮忙了 但是后来 其实经纪人当时是不同意的 对 因为他们觉得从事业规划上可能不太那个 但是我就是觉得脑子一热 当然我后来觉得可能 确实经纪人想的是对的 因为后来有好多不好的新闻 就说什么 变成什么极限演员 然后什么网剧的什么 什么 把你讲成你的事业受到了影响 对 就好像说是没东西可拍了什么 然后后来我觉得 其实也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课程 就是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以后还是要让经纪公司来判断 就我不能老是一下子意气冲动 然后冲出去 然后他们就不可收拾 他们在后面擦屁股擦得好累的 他们说你是否出演一个电影 看剧本的时候 你的意见很重要 他们会过第一道 然后大概会把剧本意见什么写给我 如果我觉得 确实他们觉得都还不错 或者他们拿不准的时候我再看 所以你连 你连是参加了几部拍出来以后 让人傻眼的电影 你有自己吓到说怎么跟剧本 让人傻眼的意思是什么 就不好嘛 评价非常轻 比如说哪一部啊 傅春山巨图 傅春山巨图里面除了你 我就不想讲这一部 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他很想骂的人 对啊 傅春山巨图我觉得烂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那是因为谁呢 我听说里面好像有一位 现在已经退出影坛的一位 嫁作人妇的灵 我就知道其他这个电影就很想讲这个名 你高兴了吧 很高兴 他还有一件事真的很厉害 是吗 他演到了一个真的大家万众瞩目的片子 然后这片子现在非常神秘 下落不明 哪个 三体 三体是中文科幻小说里面的巅峰之作 然后粉丝们都期待得不得了 然后他去演 然后这电影不见了 就是不知道现在是 对 看来是因为我不要说其名了 只要有我的渊源 那个片子都很诡异 命运 那片子是拍了吗 拍了 但是说实话是一直说要补拍 已经演了一段了 我的部分是拍完了的 你的工作量让你感觉到 你的场次都已经拍过了 对 但是他们说整体的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是会需要补拍 然后也确实得到了这样的通知 然后就一直在等通知 所以当一个演员碰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是自己当时运不济还是怎样 我确实有相信运气这件事情 我是特别相信的 因为所以你的运气开始变差的时候 是因为遇到林志玲的时候 没有一个主持人在访问 跟林志玲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应该替林志玲这个人了 她现在退出演艺圈没关系 她没有退出演艺圈 不要再漏了 所以会觉得真的是 那一段时间运气比较差吗 会 就是我觉得 会觉得很奇怪 演员是很被动的 因为你签完合约 你就上了那条船 你即便知道他要沉 你也下不了船 然后我又是一个 反正不会放弃的 我就拼命地往外咬水 晚一点沉 最好他不沉 能到岸了也好 但是其实心里知道 他是一定会沉的 因为我们也算是 有一些片场经验 一般到了现场第一天拍 我就会知道说要玩 所以那个迹象是什么 第一天就让你感觉到不妙了 第一天就是觉得 比如说这场戏没内容 就是一般一场戏 你起码知道会有冲突 然后或者这个演员 大家都会觉得 能在剧本上一定会再加分 不可能说 就按剧本拍完这种情况 其实也少 然后会觉得导演难沟通 就是你会觉得 他不愿意听 或者他的有的时候 是自尊心特别强 他拒绝 就是那种排斥 是很明显的 就是你知道 你碰到了一个关上的门 你就知道要玩 比如说那部戏 让别人觉得说 你怎么接到一个不好的戏 那你就不会想要 再跟那个导演合作了吧 肯定会有 就大家如果合作那部作品 不怎么好 其实大家再合作的机会 也自然而然就不太会有 但是他会给我留下后遗症 我后来这两年 包括都一直没办法改过来 就是我拍每部戏 第一天拍摄之前 前三到四天 我会严重失眠 睡不着 心里惶恐都不得了 说演员是不是好沟通 导演是不是好沟通 到底这个戏拍得怎么样 因为剧本真的 电影还是导演的艺术 张静初接下来 接下来你就是比较能够演到 你满意的电影的 今年会上的冰封暴和六个凶手 我自己都还挺满意的 因为冰封暴演的是一个 就是那种登山家 就很汉子的那种 然后还有就是六个凶手 也是那种推到比较极致的情感的 然后也让我还挺有发挥的 就我这个人是有一点阿Q 就是我可能都会觉得 就是人一定是有运势的 他有高潮有低谷 然后我就会 自己就觉得他一定有理由 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当做 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就哪怕低谷 它也是积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 就是运气还挺好的 就今年的这两部 我觉得也算 也算是自己比较开心 演的也开心 跟大家合作的也愉快 然后角色也还不错 我相信会看到越来越多 你的精彩的作品的 谢谢 你现在还是工作为重的人吗 我觉得在很多人眼里 我不是啊 就起码我工作的小伙伴什么的 都认为我有一点太懒 太懈怠 就很多工作我可能都 不接 我接的很少 我就可能一年有一半时间 自己的时间 然后一半可能工作都了不起了 但是我会永远都一直保持这个节奏 即便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小孩 我也不可能不工作 因为 不工作就不是我了 来宾刚才是主动要跟我们聊 接下来结婚的计划 你要跟他结婚呢 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想要进入婚 我觉得可能迟早会有家庭吧 会有小朋友 我觉得会的 所以你是会想要有小孩的人 没有想好会一直就没有孩子 对可能会有的 我觉得会有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 他就来了 对 本来想放过他这个 他竟然自己提 对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所以听起来生活安排得很好 然后几个月工作 几个月陪家人 几个月自己 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 闲鱼擦亮时刻 我们要请张静初跟他的物品告别了 让这些物品可以在新的地方 发挥新的价值 我们就邀请张静初到 他要告别的这些珍贵的物品的前面 他要写一张卡片送给将来得到这些物品的人 是写给主人还是写给他们 这个物品也可以 这个物品 嗯 亲爱的男友 会想念 OK 好 对不起啊 刚刚打扰你了 不会啊 所以他写的是呢 这是练心经的好处 你说什么 我还是在写 对 你们要展开新的旅程了 我会想念你们哦 然后是进出的签名 所以非常谢谢他今天 谢谢 带来这些很棒的回忆 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希望他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都会幸福快乐 好 上咸鱼APP或手机淘宝 搜索花花万物 参与明星同款物品公益捐赠 就有机会可以成为物品的新主人 还能够解码更多的幕后花絮哦 谢谢 谢谢另外三位 谢谢 谢谢 节目是由阿里巴巴旗下 让闲置有起来的 超厉害APP 即将幻名播出 其部问题不用怕 修复专家富尔嘉 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富尔嘉赞助播出 关注燃烧小宇宙 Peace School 你将有机会成为花花万物见习电视制作人 关注公众号 瞎操心实验室 了解更多花花万物幕后故事 录完节目对自己的家有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吗 新的认识啊 就是我没想到我们家青椒都被带来现场了 我不知道到底鲜鱼有没有人接收 我就想万一没有人接收的话 你们能好好照顾他 我还能把他接回去吗 通过节目对但是鲜鱼有没有一个新的理解 嗯 我其实还挺舍不得的 尤其像什么钟啊 什么包啊 什么 其实那个东西不是在于它的价值 它们承载的是一段时光和回忆嘛 所以我其实觉得 可能他们的主人不一定在了 然后我现在这个主人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有缘分 再继续走下去 它会迎来新的主人 我就觉得 其实也蛮 也蛮神奇的啊 有没有对张金初姐姐讲错的话吗 我 我希望他在保持宅的同时 勤奋一点出去多拍点戏 然后给我们这些喜欢看他电影作品的人 给点机会 所以还是努力一点吧 不要在家抄金了好吗 爱美妆接地气的凌云 在花花万物中断舍离了自己不需要的物品 这些物品已经在闲鱼上进行了公益售卖 并找到了真正需要它的主人 流拍的物品将会在整季节目结束之后 进行公益简陋拍卖 最终我们会将所有公益拍卖的收入 在整季的节目播出之后 全部捐赠给光明优酷艺术教室公益项目 如果您也想为孩子们的艺术教育尽一份力的话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在支付宝内进行爱心捐赠啦 本节目由两亿聪明人都在用的超厉害APP 闲鱼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 国品职工富二加赞助播出 嗨 康文哥 爱思杰 你觉得这次录影的心情如何 我觉得非常开心 比第一季好看一万倍 我还蛮喜欢第一季的啊 你怎么 你喜欢第一季 我觉得你也不错啊 那种一万倍 我觉得第一季有难看 那这次录影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呢 自由自在的跟明星聊天访谈 一起闹人啊 那种故作的心态 就是有再抓回来 找回那种开心感 那康文哥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紧张啊 因为就是前主持康希的时候 有女明星来 我一定会把小S推出去跟人家比 然后这一次我又不敢推S出去比 怕他骂我 你要知道我41岁生了三个小孩 我在这个状态 还能看 什么很好看好不好 那两位对于接下来的花花万物 还有什么样的期许 希望发一些就是比较熟悉的人 有没有什么指定的人选 有没有什么蔡徐坤啊 然后胡哥 死都不上我们节目 我有交代之处啊 他们会请胡花 好 那我们就谢谢 我们期待下次的花花万物 谢谢两位辛苦啦 可以帮衣服回家了 拜拜 这就结束了 是不是还没看够 花花更多精彩的内容 将在11月与大家再次见面哦